如果他们医生没有把我救活 现在可能就不会在这里 新手妈妈郑小姐 刚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她产前觉得呼吸喘 产后更是时常咳嗽 来到花莲慈禧医院检查 发现是周产期心机病变 然后刚开始检查只是说是肺炎 后面心脏越来越不舒服 又再去做一次检查 就发现心脏已经衰竭了 我的急诊医师就发现 她这个船好像不太一般 心脏超越波检查就发现 这个心脏功能是大幅度的退化 所以就马上安排住进加护病房 就是心脏衰竭的时候 心脏变成非常的扩大 花莲慈禧医院心脏内外科 默契合作就回一条年轻生命 一开始是心肢服务器跟叶克膜是病用 后来我们就把叶克膜移除 她也因为肺没有积水就把管 我们就开始在床边开始做复健 那等到她更好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辅助剂拿掉 接近这个生产或是产后的一小段时间 这种这个出现这些我们讲心脏衰竭的喘 水肿端坐呼吸 夜间这个正发现呼吸困难的等等这种现象 那当然要特别注意 周产其心肌病变发生率约四千分之一 症状与怀孕期间可能有的腿部水肿 呼吸喘 心跳加快或不规则 容易疲劳等症状相似 一般人很难察觉 有疑似症状应及早就医检查 避免病状恶化 大海新闻黄文琪黄瑞娟中江坡花联报道